HELLO 大家好,我是阿琪,很久不見了 那這次為大家帶來是RECORD的一台隨身機王GLD3 那這個系列已經出到第三台了 那它基本上就是RECORD在底片時代很有名的那個GL底片機那個系列的一個延伸 那這次它配的那個鏡頭一樣是28mm的定焦 但是光圈已經放大到1.9 那其他還有什麼差別呢? 像它這次有一個新的高解析度的LCD 還有一些其他新的一些元素 我們等一下再來慢慢看一下它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你直接從正面來看 你會覺得說好像跟GLD1或者第二代都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其實你看它右下角那個也只有標示GLD矩頭 並沒有明顯標示它是第三代 但其實你從它的鏡頭上面看 它的最大光圈1.9 那你就知道是這次GLD3 因為它這次換了一個新的鏡頭 在設計上也有重新再做設計 那這邊的話我自己個人喜歡 還蠻喜歡的是它的那個手把那個材質的地方 它的那個皮 萌皮是做的還蠻不錯 而且摸起來很舒服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改動是它的前面接環的部分 那整個構造的話是比以前有比較牢固一些 那整個基本上鎖鏡頭或者在外掛套桶之類的話 也普遍感覺上也會比以前來的比較穩固 那因為這樣改動的話 那它的套件跟之前也是不相容的 那在閃光燈的部分 內閃的話它就是有一個硬體式的開關鍵 那你壓下去的話閃光燈才會彈跳 然後才能做那個閃光燈的動作 那如果說你有一些其他的外閃的話 你可以透過它上面的熱靴來接那個閃光燈 那我們在它的背面是看到這次全新設計的一個 3吋92萬像素非常高解析度的LCD 那它除了高解析度以外 它的那個色域也是可以到達SRGB100%的完整的色彩的重現 那其實比起一般的其他相機的LCD 看起來的話除了解析度覺得很高以外 那它整個顏色都會覺得說還蠻飽和 然後而且顏色還蠻討喜的 那其他相機背面的部分 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這是第二滾輪 這是ADJ的那個按鍵 然後還有一個方順1跟方順2的一些按鍵 那基本上你這邊看得到的大部分按鍵都可以自訂 然後去選自己喜歡的功能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相機的頂部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整台相機其實也不算太厚 那在上面除了剛剛已經看過的Rashary以外 那開關鍵或者是一般的拍照對焦按鍵也是跟大部分相機差不多 那比較特殊的是這台有兩個轉盤 好這是上面的轉盤跟下面的轉盤 然後還有一個主功能轉盤 然後還有三組的自訂的按鍵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詳細看一下它的操作的部分 好那在相機的右面 它其實那個AV段子跟USB的那個蓋子做的實在是太好了 你可以看到它跟整個手把原本那個皮的材質都做的很像 然後做的非常的隱藏 那要打開的話就是要稍微輕輕的刻一下它 最好第三階是在電池上面的話 如果是鋁電池的話它的規格比較有更新的 就是更新成為型號DBA-645 不過如果是鋁電池的話它的CIPA的可拍張數一樣是370張 那最好那個系列還有一個蠻大的一個特色就是 它除了用鋁電以外 那在電池的選擇上還可以用兩顆的4號電池就是AAA 然後來做驅動 散落一地的這邊是有送車的一些配件 那看得到這邊有一個廣角鏡頭啦 然後一個套筒一個遮光罩 還有廣角鏡頭用的一個軟式的遮光罩都還蠻有趣的 好那套筒的話要裝的時候基本上要先把這個扣喊拉住 然後對準旁邊的點然後一轉然後就扣進 那扣緊之後 那譬如說我現在是要裝廣角鏡頭的話 那它上面有螺旋紋 那直接把它旋上去就可以了 那裝好那個廣角鏡頭的GLD3之後 那它就會從原本的28mm 然後可以擴增成21mm的廣角 那這個軟式的那個遮光罩的話 要裝上去的時候是還蠻有趣的 因為它是軟的 所以裝上去有點像 像套那個上皮筋 上皮圈一樣這樣把它套上去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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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煩 sab